电影云乐与你解忧 大家好,我是小悠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无厘头的恐怖故事 逃脱 男主小高是一位实习老师 他被分配到一所女校 在去给同学上课前 校长叮嘱小高 这里不再是神兽的学习殿堂 而是老师们的地狱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 不然会变成神经病的 说完校长朝身后锅躁的熊孩子咆哮 你们没听到上课你想了吗 小高硬着头皮走进教室 就被一位同学绊倒了 导致小高踩到了一只垃圾桶 紧接着 呆头呆老的小高 又将自己的裤子踩掉了 同学们立刻拿出手机 对囧态摆出的实习老师一顿狂拍 画面一转 受了极齿大揉的小高走上天台 打算一死了之 看到天台这么高 小高顿时又害怕了 突然出现一位妹子 她自称是黑魔术师 她交给小高一个卷酒 并且嘲讽地说 像你这样的废财老师 活在这个世界的确很辛苦 不如去异界吧 这个卷轴就是去异界的方法 一个转场 小高的女友端详着卷轴 表示看不懂 小高一本正经地告诉女友 只要用嘴巴含着盐水 乘坐电梯 就能穿越到异界 此时小高的母亲打来电话 让小高买点竹盐和矿泉水回去 这么抢 肯定是上天的安排 乘电梯时 小高按照卷轴上面写的方法 首先含一口盐水 然后按照7263548的顺序乘坐电梯 每到一层 小高都要探头出去看一看 当到达四楼时 突然伸进来一只爪子 小高含着盐水瑟瑟发抖 电梯合上后 一只女鬼出现在小高身后 惊恐的小高想叫又不能叫 因为嘴巴含着盐水 憋了一口气 终于从八楼出来了 小高看到外面 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回到家妈妈正在做饭 小高把东西放在桌子上 就去上厕所了 这时妈妈打来电话说 她正在姨妈家 让小高自己做饭 小高有些懵 厨房那个人是谁呢 小高提着裤子 走出来一瞧 厨房居然是一个超大号的妈妈 下来小高回到卧室 打电话向妹子求救 妹子暂时没有找到回去的方法 只是提醒小高 不要和家人四目相对 吃饭的时候 小高发现家人都戴着面具 而且爸爸长着一根恐怖的长舌头 妈妈为小高吃了一块生肉 小高根本咽不下去 低下头 看到主食居然是一碗蛆虫 为了避免与家人四目相对 小高开启了斗鸡眼模式 并且还给自己催眠 幻想着主食是富含高蛋白的米饭 吃了几口后 小高的身体开始膨胀 接着吐出好多虫友 晚上妹子已经找到了回去的方法了 这个方法很简单 午夜十二点整 从阳台跳下去就行了 小高想了想 如果直接冲到阳台 肯定会被大舌头给拖回来的 这时妈妈让小高去阳台收衣服 小高笑出了声 这不正好吗 来到阳台收完衣服 还剩三秒钟就到整点了 小高准备越过阳台时 家人却告诉小高 始终慢了五分钟 小高简直快要崩溃了 得知小高没有成功 妹子找到姐姐打听到了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有点恶心 而且要去地狱中转 首先喊一口自己的小便 然后疯狂的点击马桶的冲水开关 直到马桶有出红色的血水 当血水注满浴缸就可以躺进去憋气了 小高按照姐姐们说的方法躺进浴缸 憋到最后一口气来到了地狱 妹子告诉小高 现在只差最后一步了 用剪刀戳瞎自己就能回去了 小高没有一点迟疑拿着剪刀戳瞎了自己 这时姐姐进来告诉妹子 刚刚那个方法只对女生有效 影片结尾 妹子收到了一张照片 正是小高死前的模样 这部无泥头短片就是一部大杂归 将所有的恐怖元素都结合在一起 有些画面很恶心 剧情也有点扯 最后小高始终没有从异界逃出来 看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遇到任何打击不要以死来逃避 你现在所拥有的世界就是最好的 电影云娜云尼简游 下次再见